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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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互聯網時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所有的資訊 不管是好的壞的 都在消費者之間可以很快速的被傳遞 那所以我會覺得商品的本質面會比過往還要更加的重要 那我現在最專注的會在怎麼樣能夠 將心比心跟色深土地的為消費者著想 它到底是真的想要這個商品還是 它是有這個需求而去買這個商品 這是不一樣的 就例如說 如果下雨天它想要買一雙雨靴 那可能就是需要的成分比較多 那如果是看到一雙很漂亮的鞋 然後它想要買那就是單純的想要 那我們現在會比較傾向於怎麼樣可以讓消費者 想要跟需要都能夠結合 因為其實像我去年就是經歷懷孕生小孩的階段 那其實我有發現就是懷孕的時候腳會水腫啊 或者是一般上班族它下班也會就是腳會不舒服 到晚上的時候鞋子就會變很腫瘡 所以這個方面的問題就會變成消費者其實期待我們去幫他解決 只是一般的就是流行女學好像沒有人針對這個層面去 針對功能性啊去幫他們設想 所以我會覺得怎麼樣去滿足消費者的想要跟需要的這個方向 還是在互聯網時代所有的產業都應該要關心的一個話題 除了產品設計是以消費者的觀點去做的發想 然後但是我覺得怎麼樣跟消費者可以近距離的溝通 是另外一個很重要要注意的模式 比如說現在生活型態的改變 那使用手機的頻率已經多過於週期的時間了 那怎麼樣用現在的科技去最簡單 用最簡單有效率的方式去跟消費者進行溝通 我覺得這是我們國政部分通路部分最在意的東西 因為手機普及的關係我們家有自己的官方APP 然後我們會用我們的Facebook或會用我們的Instagram 去置入在我們的APP裡 那APP裡面也會有一些網誌型的內容 會多給消費者除了商品以外 會有多一些傳達的資訊 怎麼搭配然後鞋款的設計的靈感 是怎麼樣的故事 可以更多的讓它有一些互動的溝通 創新對我來說就是要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 要敢從破壞之中重新建設起來 觀看 會不會很難做的 可以看到嗎 不會想到我們